极乐世界 人员满满 就是一个 自信的全体 不是看到部分 我们现在看是局部 而且看到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太空里面 这一个地球 多渺小 大的星系 银河系 在太空当中 有多少个银河系 用佛的话来说 无量无病 科学家的古迹 它是在望远镜里面 所看到的 这个范围 没有看到的 还很多 那我们望远镜 这个能量还是有限 更远的地方 它看不见了 像我们眼睛一样 我们看近距离的 看得很清楚 远距离就模糊了 再远距离看不见了 戴上眼睛 好 你可以延续一点 用望远镜就要戴上眼睛 可以看得更远一点 看不到头啊 没有头啊 为什么没有头 自信没有头 自信没有尾 头尾看不到 那是自信 自信才是大圆满 自信 科学没有办法 科学有局限性 自信没有局限性 你怎么能看到圆满 它的本来面目 你看不到 你所看到的局部 你所看到的局部 这个道理不难懂 无为法身 真实之机就是法身 法身 没有形象 它不是物质 没有物质形象 它也不是念头 它没有心理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叫无为法身 唯一是造作 它没有造作 连念头都没有 它是什么样子 它是什么样子 它是一片光明 这光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我们全都在这个光里面 但是一丝毫感触 感触都没有 那是什么 我们迷了自信 自信变成麻木 不忍了 不是真的 迷了自信 自信没有迷雾 怎么会迷了 是有障碍 把它障碍住了 好像太阳光 很明亮 在空中照耀 我们头上带一个遮盖 把它遮住 看不见太阳了 不是太阳没有了 是我们自己有障碍 这个障碍是什么 佛告诉我们 三种 三大类 第一种类 无明 本来是明 清清楚楚 现在不明 叫无明 现在没有感觉 没地开发生 对发生 毫无 纠察 无明 障碍了 这第二种 第二种呢 叫沉沙 烦恼 沉沙是比喻 烦恼有多少 像微沉 像 海边上沉沙 无法计算 这是 这是分别 每一个念头 所分别的 不一样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秒钟 有多少个念头 神灭 一秒 两千 两百 四十 兆次的 神灭 一秒钟 我们这个烦恼 吸气 无明 沉沙 见死 通通 在这样一个 高频率 波动之下 产生 主要知道 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那是真的就麻烦了 不是真的 是幻象 是假象 像做梦一样 没有醒过来 在梦中 好像是真的 醒过来之后 假的 你再去找 痕迹都找不到 那我们今天 现实的环境 就像梦中一样 静干净上 比喻得很好 一切也未法 如梦欢 泡烟 存在的时间 短 非常短 如露 也如电 电光 闪电 一闪就没有了 速度快 一秒钟 前年灭 后年生 灭多少次 生多少次 一秒钟 2240兆 单位是兆 不是万 不是亿 我们一丝毫的 感触 都没有 这是事实 真相 这个真相 被现代的 量子力学家 发现了 他们是用 精密的 科学仪器 观察到的 所以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 物质这个东西 你只存在 近代科学家 告诉我们 又告诉我们 这个幻觉 就是产生的 物质现象 这个幻觉 是念头 也就是说 心有念头 后有物质 正如佛在经上说 一切法 从心向身 这佛说的 一切法 就是像 现象 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全都是 从念头身 自心向身 这华言经上 佛告诉我们 相有心神 尽随心转 尽热 切身的 我们的身体 身体 是我们的环境 它是随着心 在转的 外面的现象 是物质环境 尽随心转 我们的心善 身体健康 外面环境 好 我们心不善 身体多灾 多病 居住的环境 不好 像现在的地球 每一天 大大小小的灾难 不知道有多少 那为什么 心不善 这些 我们都得搞清楚 这些我们都得搞清楚 不怕 吧 不怕